大家好,我是Jovan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西街镜头 因为有你,我才在这里 今天要来介绍有一本书 我觉得很好看的 这叫《医生都能好好记忆》 他的作者就是 另外有一本畅销书叫做 《我想念我自己》 之后也改编成电影 一位学者他自己也罹患了 阿兹海默症 而且他是算蛮年轻的时候就发病 《医生都能好好记忆》 他是一本书就是教你 如何的去训练你的记忆力了 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年纪 记忆就是一个最重要 人的大脑它能不能够很活跃 真正让我们会感觉老化 就是当你记忆力衰退 然后说你忘记了密码 这个密码可能是你提款机的密码 你去你要工作的时候 你要不停地登入密码 然后忽然有一天你忘记你的密码 然后这个是密码是一个 比方说你忘记了你的那钱包的 那个冷钱包的密码 或者各种密码 你要登入的密码 或交易所密码 你忘记了钥匙 然后你走到了厨房 你突然就在想我走进这个厨房 我是要做什么 本书就是教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的神经细胞都是会慢慢的死掉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训练你的记忆 所以他就在教你方法 就是让你能够比较不会那么快的 就是快速的就忘记了你一些平常已经 已经习惯的生活习惯 曾经拥有的记忆力衰退 他就教你怎么做 那有几种方式你可以训练你的记忆能力 有几种方式 就是我平常就有在使用的 就很巧就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运用联想力 比方说你总是记不得谁谁谁长什么样子 就有脸盲症了 那有一个练习的方法就是 像我看到了某个人 我忽然在想说 这个他长得跟宋忠基的眼睛有点像 或者是说 我看到了他长得 这个女生他长得跟Blackpink的Lisa有点像 就是你用联想式的方式 那下一次你再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比较快速能够 在脑中能够连结 就是你要去把他跟你 自己喜欢的东西联想在一起 那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肌肉训练 肌肉训练 什么叫肌肉训练呢 像骑脚大车是一种肌肉训练 穿一种肌肉训练 就是很多人就算已经得了阿兹海默症了 或者他的记忆力开始 因为谁的年龄增长然后衰退 可是因为 他还是有这个肌肉记忆 所以你要去多训练你的肌肉记忆 而且他一直在强调 如果真的你发觉了自己 得了阿兹海默症或者有这种早期的记忆力衰退了 你也就不用你也不用太难过 因为你还是能够去提醒自己 每天要做什么事 像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做了 就是情记笔记了 然后写日记 然后你并不是说你 你可能会回想 你会渐渐的不认得你周围的人 可是并不表示说 你不能够享受那个当下 就那个当下 你还是可以有记忆的 那这些记忆就是你要从你的 你可能你的 你写的知智片语啊 你写的日记啊 或甚至于像现在的人都喜欢上social media嘛 那这个时候social media就有它的正向功能了 就是你可以藉由一些照片啊 去把你的回忆再一次的唤醒回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过说很多电影呢 他们都有拍啊 就是当有些人失去记忆的时候 他的家人或他挚爱的人呢 就是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保留在一起 在一个像一个像本也好 日记本也好啊 就会跟他讲说 你是谁谁谁啊 你是我的亲人或你是我的爱人 那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在一起的 然后去 那这个就是一种方式 学习新事物啊 跳脱一层不变啊 那因为作者 丽莎她是一个意大利籍哦 那他们意大利人晚上都吃意大利一面了 几乎餐餐都吃了 然后她的祖母呢 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已经忘记英语怎么讲了 因为他们是移民啊 但是还是就是会跟她讲意大利文啊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还是记得烧菜了 你会记得这个重复的动作哦 那烹饪对我来讲也是种训练记忆力的方式 他就有特别就讲说你要让事情跟你有关 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是我们看到了某个食谱哦 那这个食谱在你没有自己亲身去做之前 它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也不会记得它的材料有什么 但是当你做过了一次以后了 这个食谱要怎么做 像我做意大利面来讲好了 你会记得说我的我要我要水煮滚 然后下一点盐 下一点点油 然后放意大利面 然后大概煮几分钟 然后我是用什么配料 那她这个时候咧 这个食谱就跟你本人产生了连接性了 然后当然你之后就享受成果了 好好的吃一顿啊 那这个就是跟你有连接性 那你之后就不会忘记这道菜怎么做了 然后像我现在还有就是他有在讲说 你要跳脱一层不别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尝试去 去记得所有的意大利 我尝试去买各种各种不同种类的意大利面 然后尝试就是做新的东西 就算只是意大利面的 那我也是要做不同的意大利面的 不是说只做同一种意大利面的 那相同的就是像我也不会说只吃中餐 我有的时候说会吃一下那个墨西哥的taco啊 有的时候就尝试一下 或者有甚至一些亚买加的啊 Carabin food 就是尝试不同的食物了 因为新鲜感跟刺激 也是一种让你的大脑可以活化的一种方式 就像是有一句老话嘛 音乐家要如何能够去卡内基 就是你要不停的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 你要重复的练习 那同样的记忆能力也是你要不停的练习 那直到说你有一天呢 当你的手脚也不能动了 因为特别他就有讲到说了 就是你要如何去让你的练习能够带入生活 像你要重复的去做 那我这个时候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 很多我们看到很多长辈年纪大啦 然后他们就是会去去庙里面当义工了 然后他们就不停的诵经啊跪拜了 所以即便是像大悲咒啊 像什么阿弥陀经那种已经很长了 但是你看他们不需要去看那个经文啊 他们也可以读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种肌肉训练的 因为他是一面的跪拜 然后一面的诵经的 那他就用这个肌肉训练去带入 这个这个时候勒 然后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像现在的一些流行的一些 像Blackpink啊或者像BTS 他们不是有那种跳HipHop啊跳舞街舞啊 那他这也是一种肌肉训练 因为他同时间就是歌词咧 然后跟这个动作啊动作舞蹈动作 就同时间的就就会让你在你的那个 你的记忆力能力就会特别好 所以这个叫训练你的肌肉记忆啊 那这个记忆你一学会了就不大容易忘记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广告配乐 他们都要去做一段是所谓的jingle 就是他不停的重复 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咧 你就马上能够联想到这个品牌 像那个麦当劳就什么 I'm loving it 就是他就是很快速的能够有个连结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定 然后还有很多洗脑音乐也是啊 他重复一些节奏 然后重复一些节拍 然后有时候再加上一些舞蹈动作 然后你就特别能够记忆到他的 你这个这个记忆你就不容易忘记 当然就是善用辅助工具了 那辅助工具有很多种 像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手机啊 手机就是你可以有那个记事本功能 就是你也可以随身就是 像我会带一个小小的 这个memo的小笔记本 有时候看到了什么 我认为说应该要记录的 我就随手把它记下来了 那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咧 做YouTube的影片呢 做录Podcast也变成一种记录的方式 记录我的生活 因为有时候我在回顾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呢 我又可以去回想到一些 我当时为什么要记录这段生活 那我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还有这就是 当然你要永远 勇于去学新的东西啊 像你去学一个第二外语 永远都不会闲持了 那对我来讲 日语跟意大利文 尤其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我随时都想说 去去像我没有 我已经早就把以前学意大利文忘光 但是我还是会想办法去会去记一些 像意大利面啊 有macaroni啊 有spaghetti 有angel hair啊 然后我最近也有尝试一些新的啊 就是我去Trader Joe's 就想办法把他价值上面的意大利面 就就每次都买一包 然后就做了 意大利面真的算是蛮价廉物美的啊 也是做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这个当然也要跟 就是所以他这个作者特别有提到 要去找你自己跟你自己相关联啊 因为我本身喜欢吃意大利面的 所以跟我有关联 然后我去学这个新的意大利面 然后为自己在这个传统食谱当中做创新的 那这个就是甚至于像你听流行乐啊 你你对我来讲啦 因为我我不会说我只听我以前年代 那个年代流行的 我会听现代流行的 会去注意一些新事物啊 你永远去学习新事物 你的记忆力 记忆力也会 你的神经细胞也不会死的那么快啊 它至少还可以维持一种比较活跃的程度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还有就是多善用辅助工具 那这里就讲到几个了 就是像超普记啊 甚至于你拍照啊 打卡做记录啊 像对我来讲 我就是录Podcast跟YouTube了 因为有你 我才在这里 谢谢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